大家好 今天我要把我这个车的玻璃把它给换了 你看我花了一千块钱买了一块这个原车的玻璃 是原装的吗 对 因为这个玻璃上面有一个窗户 到时候就可以把它推开了 我现在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因为我改这个房车 好多人都不支持我这个改法呀 没事自己喜欢就好了 对我只能自己喜欢就好了 自己喜欢就好了自己住的舒服就行了 我就踏踏实实干吧 兄弟们现在准备把这个玻璃拉到修理厂去 把这个换掉给你们看看里面 我改这个车的方案 好多人就是感觉有点不支持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跟店两个人住的舒服 住的踏实就行了 因为毕竟零下四五十度 车里太冷了我们也扛不住对不对 接下来我准备把这个玻璃给它换掉 因为这个玻璃它是钢化的 我刚开始准备打一个孔的 然后好多人给我发信息说 这个钢化玻璃是不能打孔的 所以说我这个玻璃要把它换成 这里有一个窗户的 这里有个窗户 我到时候 这里可以排烟出去 然后装一个抽烟机 在这里做饭 正好可以透透气 也是非常方便的 抬上去 我这台车裸车的价格花了差不多是16万多 然后上牌保险一起就是17万多 我买这台车最主要的就是把它改装成一台房车 但是现在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接下来要出去 所以说没有时间去把它改成房车 我们就只能简简单单的去搞一个床 先去体验一把 体验完了之后明年 我们就把这台车搞到房车厂 就专专门改 改装房车的 有水有电有厕所 什么都有 有厨房的 因为我这台车本身就是房车底盘 到时候就去房车厂去改装 如果说我现在去房车厂改装的话 肯定也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因为要一两个月改装 到时候都过年了 今年就不用出去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 买了一台新车之后 就简简在那改一下的原因 不过也谢谢大家 给我们起了很多意见 就是一些方案 肯定想我们一步到位 就改个房车 但是时间不够 我们就简单搞一个床 然后就准备快要出发了 对吧 因为再不出发就估年了 那么快 对啊 走去改玻璃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修理厂了 准备把这个玻璃先拆开 给你们看看啊 同样的玻璃啊 就是这里有一个窗户 这个窗户可以打开 打不开啊 要往外推啊 肯定是 还是拉的 是拉的吧 往这个 啊你看 啊 这到时候这里可以透透血 可以 装个抽烟机 可以 做饭呢要 现在要去拆那个原车的玻璃了 这原车的玻璃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质量 应该好拆哦 不好拆 不好拆啊 不好拆 哦 嗯 嗯 嗯 怎么样拉 嗯 开了的 开一下 现在把这个 放好了 给你们进去看一看啊 哦 现在擦点油啊 它这个油一擦进去之后就润滑一点 它这个油一擦进去之后就润滑一点 就光滑一点啊 这是什么油 肯定了 油打进去不光滑那 那白打了 可以 感谢啊 给给感谢了 要给钱 我知道 知道 我们的窗户已经改好了啊 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 给大家好好的看一下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要开多大就开多大 对对对 还可以从这里出去都没问题 没问题你那小身板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里的话我就准备把那个炉子放到这里啊 这里开这么一点缝隙 上面一段就是排烟一个有排烟的一个管道出去 下面这一块我准备装一个排烟的排油烟机的啊 装个油烟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长期要在这里做饭 因为去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 外面做饭肯定是不现实的 那个煤气都给你冻住了 只能说在车里做饭了 在车里做饭就必须要把那个油烟排出去 这里装个抽烟机上面搞个管道 我把那个炉子抬进来给大家试一下啊 那我们行车过程中是不是管道就收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关起来 太棒了真的 我就想问一下啊 这大铜为什么 它这后面四个玻璃它不给设计一个 有窗户的呀 我现在都想不通 全是密封的 来把炉子搬上来试一下 这个炉子的话我就准备把它放在这里啊 看一下 然后把烟筒装起来啊 还有点高啊 刚好 刚刚好 你看 这样刚刚好 不管外面淋下多少度啊 我们在车里烧着柴火然后做着饭 烧着热水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边烤火还可以边做饭煤气也节约了 后面就打一个座椅啊 这后面一长条座椅 后面就是床了 这个设计还是可以的啊 就是不好看啊 除了不好看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毕竟要暖和嘛 好看和暖和我肯定要暖和 兄弟们你们说对不对 到时候天天可以在这里做饭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装一个抽烟机 然后烟就可以全部排出去了 非常到位啊 今天就搞这么多了 明天继续搞 就差不多了 这个车子就搞好了啊 谢谢大家观看点赞 感谢你们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